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先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的YouTube订阅 已经破了5万 希望破10万的时候 我们节目能够每个礼拜 增加播出的机会 而这个礼拜我们来看 美中贸易战 方兴未哀 川普下令要增加关税之后 又颁布了紧急命令 要全面锁定华为封杀 北京的官方也硬了起来 同样加关税 而且痛批 美国在霸凌 中美另外一个敏感的问题 就是台湾了 美国的军方 他们媒体报道说 曾经跟台湾的军方 秘密的军演 哇 台美军演 这是否踩到了 北京的最后红线呢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以及美国紧急 从伊拉克撤侨 真的准备 要跟伊朗开战了吗 来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绪专家 赖月谦 赖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郭教 以及时日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关系一下 中美贸易战 川普左勾拳 习近平马上回进一个右勾拳 看起来在G20 六月底大阪登场之前呢 川习两人见面之前 有没有可能 让这中美贸易战暂时停火 先请教三位来宾 你怎么看 从过去这十来天 美中互相增加的关税之后 那时间也不长了 马上六月底的G20 在大阪就要登场 在这之前川习再次的见面 您认为有没有可能 这个暂时停火 圈插 yes no 方便举个牌子 老大你认为原因的 可能有机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讲可能嘛 因为我讲可能 因为可能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 这两个人就是两个在斗得 两个打拳击嘛 那打拳击一个月 通常也应该是第一回合暂停的时候 OK 尤其川普已经在讲说跟他要见面嘛 对不对 所以说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没有可能 因为问题是有可能 不是说会跟不会 好 那等一下我以后用字要更加的精准一点了 不过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北京这两天动作 其实也蛮多的 加关税 而且在官方的媒体上面 回敬美国的力道也不弱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跟期货市场 接着就狂跌了好几天 后来川普当然出带安安府之后 有稍微直列反弹 人家说兵家谈判的时候 戒针在急啦 那川西两人见面之前 你认为谁比较急一点 目前看起来川普急了一点 川普他原本希望在第十一轮的谈判 就是刘鹤到华盛顿 做最后一轮谈判的时候 能够赶快把这个协议签下来 所以他之前用了一个急奔的方法 这个急奔的方法就是极限施压 就是说先宣布 我在5月就是谈判的最后的那一天 那么那一天开始 他的关税要重新启动 然后呢再威胁 说我剩下的三千亿 他把时间表都先定下来了 你必须要看这个dayline之前走完 这是人类间最蠢的一个总统 人类间最蠢的总统 因为你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啊 你用这一套方法是人类间极蠢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还有对于习近平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还有中国大陆的上上下下 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参得不够透 参不够透 因为他没有理解 在中国大陆的解读来说 这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的贸易战 第一次的贸易战 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 这个鸦片战争啊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瓷器 丝绸 还有茶叶整个都卖到英国去 英国的纺织品卖不进去中国大陆 英国的白影流失 英国后来发现有个东西 好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坏东西 就是鸦片 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的这些底下人 爱吃鸦片 尤其是高官 爱吃鸦片 英国政府也知道鸦片是一个坏东西 全世界都知道鸦片是一个坏东西 是毒品 他在印度中 对 他在印度中 然后就卖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当然不让他卖 不让他卖的情形下的话 用打仗 打仗了以后就是 我们就看到了 就签了南京条约 这个鸦片战争就是贸易的不平等 贸易的不平等 那也就是说除了开空张口岸以外 最主要是关税 我要进来 我可以跟你谈关税 你不能跟我谈关税 那也就是说我对你关税抬高 是我的权利 你不能够克我的关税 你克我的关税是要我们两个同意 但是我们两个同意 你说的没效 我说的才有效 因为我的船就在门口外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就看到后来演变的四十几个 都是不平等条约 都是这种关税的条约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们很清楚知道这种 是属于一种不平等条约 那你美国的总统川普 你手上还扣有这个关税 说我五百亿或是一千亿 我扣的 但是你不能对我扣关税 这个人类间有这种道理 所以对于现在习近平 跟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这一次的贸易战争 台关税背负的是 过去历史上面一些记忆 所以他对把它当作知识体大 来看待这个事情 是的 所以以川普的愚蠢跟笨 我们当然对于国家元首 还是不要用这个字了 但是我坦白说 川普的这种做法是真的是不治的一个做法 他这样一个做法 坦白讲 中国大陆已经把底牌掀开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底牌都给你看了 就是这样 那要打就奉陪 所以你觉得时间上来讲 比较在中国北京这一方 因为川普他不管是要选举 或者是他时间来讲比较急一些 三败俱伤 中国伤 美国伤 全世界都伤 台湾也伤 全世界都伤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战争是美国挑起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有防卫的正当性 因此要打多久 中国大陆就跟他奉陪 你刚刚提到的极限是一样 对 你川普你要打多久 中国大陆跟你奉陪多久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一个是民主先举的国家 美国 美国的消费者 当他的这个支出越来越大的时候 经济开始受到影响 中国大陆的承受力是大的 因为再怎么样 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 是全方位的工业生产 他全方位的工业生产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各种民生需要的东西 他自己都能够做的情形下的时候 14亿人口的大国 本来就是一个贸易的大国 是一个自主自己的经济的一个大国 美国才3亿多人口 3亿多人口跟14亿人口 这个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美国撑不了多久 所以美国马上说 他要派他的 割派的财政部部长到北京去 北京说没有诚意就不要来 你看看 美国自己放话说 我要赶快派去北京 人家问北京的 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外交部的发言人的态度是 不知道 没有诚意不用来 那请问谁比较急啊 所以老实讲 不管是排或时间 目前站在北京这一方 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刚刚提到了极限施压 接着川普 他或许还认为说 他自己有很多的牌可以打 因为他现在颁布了一个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对于一些 他认为有一律的企业 做一些管制 现在大家都解读说 他在封锁华为嘛 那一般解读是要增加筹码来逼迫北京 尽量能够在6月底集团你之前 能够就范跟随美国的版本 你认为北京会就范吗 川普的主要问题就是 他表面上是要极限施压 可是他都撑不住了 比如说美股跌不到1000点 他就又紧张了 那比如说他要打华为嘛 可是华为的供应内有很多是美商 比如说高通 博通 还有英特尔 那美国的科技股就大跌嘛 川普就在乎美股 那你如果在乎美股 你怎么跟中国打持久战 所以他的问题就在这里 川普基本上是把他当作遭遇战来打 美股只要跌超过1000点他又紧张了 那又要缩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说要封杀华为 每隔两天他又知道美国自己企业 可能很多设备都华为了 所以马上放宽90天的宽限期 后面还有两个时间点 都会有影响 比如说6月1号 因为 那个美国的船大概就开到了 中国的船就开到美国了 所以大概是6月初起征了 那美国的进口商一定会把成本追加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消费者普遍就会觉得美国物价上涨 比如说Walmart Walmart已经开始涨价了 对所以有人估计说一年可能会增加700到800美元的支出 那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房屋修散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要不要启动第四波 事实上这一波只有2000亿 第四波是3250 3250亿 3250亿 事实上下一波才是真正可怕 因为他就包括手机跟电脑 那我台湾就大重商嘛 我们台湾这一波坦白讲 比如说网通 有一些已经迁走了 有的迁到越南嘛 有的迁回台湾嘛 可是下一波如果是手机电脑谁都闪不掉了 那就说川普你真的敢这样玩吗 就是 让人家怀疑啦 就说 你美股跌不到1000点你就开始紧张了 我以为你提到 他不断的极限施压 但每次都他自己守不住 他自己破局嘛 那现在北京不就完全看破他的手脚了 本来就是啊 已经看破了 不因为而且今年 其实赖教授刚刚讲的很对啦 就说 今年刚好是五四一百年 所以中国的民族情绪本来就很容易挑起来 五四一百年 那 因为中国事实上如果要不伤到自己 他最 最便宜的招数就是消费者的民族主义 这个是比较 全面 不伤筋动骨 是 不然他其他招坦白讲都会 互相伤害 我官方没限制你啊 你竟然民众不买 你能够我怎么管 你不买你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看到平盖股就会大跌 因为他就要卖中国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牵涉到川普到底把这个战争 当做是要打多久的战争 那他该付的成本他是不是 能够坚持住 不然每次第1个反悔都是他 看起来目前为止真的像委员所讲的 遭遇战 碰他一回 在一回解决以后再看下边怎么走 他没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这样打一定输的啦 好所以老大你来看 因为封杀了华为之后呢 美国自己企业 可能很多设备啊 来不及反应 所以也因此 他又放长了90天的宽限期 所以有人说你川普不是要极限施压吗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又放宽了90天 所以说有人说川普的动作就是 要杀敌1000 不过还没杀敌1000 自己先死了800 我们来 讨论川普在加关税的 同时又讲了很多安慰的话 他也说我很乐观 6月份呢 很可能跟习主席又会有更多的协议 所以川普一边在打 一边在极限施压 一边又告诉大家 其实我很乐观 我们 是我们的智慧不够 还是我们太笨无法接受这个逻辑啊 老大 其实不管是打权跟打仗 他你一定要分 就第1个就是 作战能力 就出权能力 就你这个权有多重 就作战能力 但第2第3你要注意到一个 就是应战能力跟耐战能力 你能挨几磅的权 然后你能挨多久 所以这一次在出权方面 看起来好像说 川普觉得他的筹码比较多 但是他忘了一个 就是在应战跟耐战方面 他可能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以出打权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从小念权了 我不读书了 出权得看谁够狠 挨权得看谁能忍 是 所以你两个都要注意 所以既要狠狠对敌人 所以川普要狠狠对敌人 也要哄哄自己人 有那个欧洲汽车岁就延后了 他哄哄自己人 那哄哄自己人 还是一个 因为美国很紧张 最起码 这两天爆出来 这个 这个三千多万顿的猪肉 不要啦 这个美国这个卖 卖猪肉是很累的 不过一样出来 你没有人要我放久了 就先路就走了 我怎么卖啊 我们要协议我们会协议 这几个周又是川普的铁票舱 所以他说他要告诉他就说 我们会 会达成协议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说yes的原因说 可能达成协议 但是如果达成协议 应该是川普让步 应该是川普让步 那到底谁谁那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他就是一方面 会协议会协议 不要紧张 不要啪 我不会真打过头 哄哄自己人 哄哄自己人 至少股票先回来一点 哄哄自己人 其后不要别人那么多 对对对 你说真的因为美洲的贸易 上面来讲 基本上反正就是 大陆到美国的产品多 项目也多 所以他把它分批分类别来讲的话 好像可以分阶段 给你挣很多的关税 因为本来就是他去大陆到美国的东西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那相对来讲 北京反制的做法 一个礼拜 我们这十来天看到有哪一些呢 包括了 北京方面也加了关税 然后人民币也扁了 台币跟着扁了 然后呢也抛售了美国的一些国债 也减少了美国的农产品 猪肉的一些采购 那接下来呢 老师你认为还会有哪些招来 让华府能够让更多步 有人说可以让稀土不要出口 到美国 我觉得稀土是最后手段 最后手段 不会轻易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排除 但是呢你看 中国大陆他都会说 我不会去抛售美元 可是问题是美债确实是在减持 一直在减 所以这个一直在减的时候 我一方面说我不会抛售 然后二方面我一直在减的时候 那你刚开始不会说一下子重跌 因为你重跌的话对中国大陆有损失 可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点丢的时候 慢慢的 那么就会痛 温水煮青蛙 可是当他没有一下子重跌的时候 一点一点在抛 一点一点在抛 等到市场反映出来说 你抛很大的量了 这个时候美元整个 或是美债整个下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损失不大了 川普现在希望FED也跟着降息 这刀有用吗 他要FED降息就是自铺其短嘛 他一直希望FED降息啊 他一直希望这个降息的时候 其实他就一直在告诉大家说 美国的经济出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 那时候第11轮谈判还没开始 第11轮谈判还没开始的时候 川普就已经把底牌 泄露出来了 他一直要求FED降息 其实大家一听就懂了 就说 你不是说股市亮眼 就位力很好 然后各方面的这个经济成长都不错 你何必降息呢 不但何必降息还应该要升息呢 是啊 那你怎么非但不会说同意 这个FED升息 你反而会要去降息 大家都知道 你的经济是外强中干 里面有问题 他始终认为美元太强了 貓腻嘛 你看现在美元更强 那你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川普应该是更痛苦 他更痛苦 经济好本来美元就会升值 对 还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台币现在是盯着人民币走了 以往台币是盯着美元走 现在是台币盯着人民币走 可是问题是当人民币往下走的时候 台币往下扁的时候呢 其实对台湾的出口商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坏消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本来台湾的出口商已经很多事的反应 我以为你来看北京要怎么样 接下来会出什么样其他的时候 我觉得 北京现在事实上 现在电视台也开始鼓动 民族情绪了 我是觉得北京是要打持久战 事实上北京有一个弱点 可是问题是美国打不到 就是 事实上大陆他 出口 他虽然 他在美国事实上他的外汇的盈余是最大 因为他全世界的 这个出口贸易的盈余大概只有 不到4000亿 对美出口就占了80%的盈余 北京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他的 货币蒸发的 主要的基础就是靠美元外汇 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变成世界货币 他现在在世界外汇的交易不到2% 所以这个是唯一 他比较弱的点 可是这一点就是川普一定要忍耐一年 可是他应战耐战的历史还太差了 他如果真的忍一年让他的贸易余大减 那北京一定要让步的 可是美股大概就跌4000点 那川普也不用选 他也活不住了 他也活不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呢 把台湾端出来 我们回来聊 我们节目之前花了不少的时间讨论 AIT如果有美国海军陆弹队来注点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不是美国一个驻外使馆的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呢 如果台湾的军队跟美方的军队一块进行操演训练的话 又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会不会踩到北京的一个红线呢 我帮大家来复习一下 我们看到台湾的国防部跟美国的国防部在做报告的时候 都把七个解放军可能会出兵武统台湾的前提 做了一个摘要 这七个当中 包括了有这两点 外国势力干涉台湾的内政 外国的军队驻扎台湾 都可能是武统的要件 那在这前提之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这是 Pasadena 美国的海军一个基地 他们引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报告 我们引述的是直接他的语言文 所以不是有什么港媒 台湾的媒体 做的相关 可能其他有自己解读意思的一个报道 我们直接看一下美国的 军方的官方的新闻是怎么讲的 他说这个是因为要他们欢迎两百位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回到了Pasadena 这个基地要举办一个欢迎会 那这地点是在Pasadena 一个他们部队当中 一个像礼堂的地方要进行一个欢迎会 当中就提到了这两百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过去这半年的时间到了什么地方去 为什么要回到家来欢迎他们 特别写道 Dismarines were called to active duty 他们被叫到海外去去执行任务 然后conduct training exercise 进行了他们的演练的操作 那这些地方 包括了有四个国家 跟他们一起进行了演训 在亚太地区 包括哪些国家包括了日本 韩国台湾以及菲律宾 这两百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这半年到了海外 就跟这些国家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 做了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军事的操演 那我请到三位来宾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发的新闻稿如果是属实的话 也就等于是证实了台湾的军方 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有进行军事上面的一些操演的演练 这有没有踩到北京的红线 yes or no 三位怎么看 三位都认为是有 如果有的情况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反应呢 老大英怎么看 首先这件事情我就问过了 他是一个兵推 兵推 在兵推中间是有把台湾带进去 可是跟台湾那个都没有关系 这是他的地区 他地区你当然这个 韩国菲律宾到菲律宾 这中间这个地区当然会有到台湾 但是跟台湾军队是没有关系的 跟台湾军队本身 这并没有说台湾的军队参加 或台湾的什么参加 但是他也可能是有点在这里 借着放放风生嘛 反正现在中美贸易裁判嘛 打台湾牌对他来讲是有利无弊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那个 而且你从他后面才放的一些新闻 一些消息 我觉得他通通是在 通通是在糊弄台湾 糊弄台湾 对我爸爸他讲到说什么 就说这个南海啊 是因为要防止这个美军这么过来嘛 那根本都鬼扯嘛 我不知道这个将军是尝试不够 还是骗台湾人嘛 美军的第七 这个第七舰队在哪里 在日本嘛 中共要堵他们的话 怎么会在南部堵他们呢 你说美国前情报官员说 解放军要守着南海 是因为要防止他们攻击台湾的时候 美国来支援 对啊 美国第七舰队激励在日本嘛 要过来是从那边过来 怎么会从那边过来 所以就是说 这个美国 你不要忘了就是美国 他有一个国防战略 他在50年代 他不叫土壤战略 他有一个很和平的口号 叫抵消战略 就是我的力量可以抵消你所有要对抗我美国的力量 他50年代就是核子武器 他主要对抗是俄国很庞大的军队 可是他70年代 他是一个军事改革 他的抵消战略是什么 海空一体 海空有最新的设备 可以把大家都那个 可是他到20 我讲这个2014年才定的 他叫做抄抵消战略 为什么叫抄抵消战略 因为中国大陆这些都起来 那他抄抵消战略他怎么办 他就全公寓进入 所有的公海 我都要进入 但是你有没有那么大力量 没有 所以他叫激动联合 那激动联合 这旁边的国家怎么跟你联合 他就挑拨离间嘛 故意在南海讲中共很可怕嘛 所以叫围堵中国嘛 是希望你来跟着美国来 给你围堵 那他当然希望台湾人参加美国这边 对不对 台湾是主力或是助力 那这个影响很大嘛 所以他在那个 那偏偏 偏偏台湾有些独派的 所以我们讲的很难听的 对不对 台独把美当老子 乖得像个龟孙子 美国没有把你当儿子 只是用完就甩当弃子 所以有时候也要听他那个讲话 讲话是不是内行 对不对 所以你听他这个讲话在家放这个新闻 他有时候制造 他根本就是制造一个烟幕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 我特地问了好几个地方 就说是兵推 就每个都喊兵推 然后中间有讲到 放这个消息出来 在美中卖艺的当下 你认为反正对他来讲反正有利无弊嘛 但是他自己也要小心 就是美国 这是大陆会开始强硬 也就是因为 你通知这个台湾保证法什么东西 在他谈判的前夕 第13次第11次谈判的前夕 你公布这个 所以中国大陆 所以你看那个记者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报道之后 马上就去问国防部 国防部说 这所有的报道都是 意测性的 都为比对最近的演训的 其他呢 我就不再多做什么声明了 如果说是美国 军方可以操作这样的一个讯息 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兵推 但是应把台湾 列为一个country 他兵推范围有包括 范围包括 但是并不是你的部队参与啊 但他不讲那样的细节 他就说有时机跟台湾进行这个军事上面的exercise 让大家有很多想像空间嘛 所以委员你来看国防部为什么 这一次 他就说这是个假新闻 那他 我也认为没有这件事啦 就没有真正的台湾部队介入啦 没有啦 当然我们的陆战队 我们陆战队大概 2017年的汉光演习之后就有去美国受训 那我们本来就跟陆战队 美国的陆战队啦 还有包括美国的特种部队 比如说海豹啦 或者绿北帽啦 那本来就有交流啦 可是大部分都是训练课程 而且大部分是我们去啦 不是他们来啦 那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一些交流训练的关系啦 我说陆战队跟特种部队 那如果真的要炒作事实上现在那个台湾保证法还要送参议院 这个对北京不是更刺激吗 那哪有需要这个 所以我并不认为 这个新闻被台湾放大我是觉得很 很荒唐啦 你说人为是被台湾放大 因为我们台湾在吵在讨论这件事啊 全世界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 就只有台湾在讨论 美国也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啊 不过你说要有放大 好像也没放那么大 因为国防部 并没有那么高调啊 因为过往的蔡政府可能会更高调一些 不可是有 不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件事我们怎么去假装啦 是有媒体在吹这件事啊 某些媒体啦 那也有一些政论节目讨论到啦 那事实上就是没有这件事嘛 那 我事实上问了我一些军事界的朋友 他们都说这个不可能 他直接就是这样 这样回答我 那大家老师 既然没有这么的实质上面的 军事上面的 直接的操练 可能就像刚刚老大所讲的 就是个兵推 可能是美方自己他们主动做的一个兵推 那我们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参与 但 Pasadena Marine 发这样的消息 你认为的操作痕迹是很明显的吗 我觉得在走这个灰色的地带 美国刻意要走灰色地带 我觉得他走灰色地带 而且是有危险性的 我觉得正量的态度是正确的 就是 故意低调 那美国的态度是故意高调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长期以来 台湾的飞行员是在美国的陆客的空军基地受训 这个我想这个也是公开的秘密 只是大家都低调进行 台湾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里面受训 这个也都是已经相当的一段时间 大家也都低调地进行 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些队员表现很好 回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表彰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在那边那么参加过 例如说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女生 一些女军官 那么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里面 表现得比他们都还好 比美国人都还好 那么成绩也非常好 我们有时候也会给他 甚至我们去读军校 到美国的西点军校读书 成绩非常好 优异毕业的回来 我们都会表彰一下 但是以美国这一次情况来看 看起来是像移地训练 就是移地训练 就是说他从他们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个单位 移到亚太地区来 移到亚太地区相当有可能在菲律宾 我的判断 相当有可能在菲律宾 那么进行一些移地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训练 因为对菲律宾来说的话 前段时间我也看到的这个新闻 就是美国跟菲律宾有做 这样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演训 小规模的部队演训 如果以时间上来加的话 那就相当有可能就是这个单位了 相当有可能 海军陆战队跟菲律宾的这个演训里面 以往有过打击恐怖主义的演训也有过 那么也有过他们的绿扁帽部队 还有过他们的CIA的情报人员 在这个南部地区 那么去参加这种对输入军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 那么演训跟实际上的作战 这个都有 但是如果说这一次是 台湾的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被移地演训 到底是从台湾这边过去的 还是从美国那边的我们的搜寻队员 那么顺便移地演训的话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刚才讲到这个操作的痕迹是应该有的 我总之不在台湾嘛 不 应该是不在台湾 那这样的操作你刚才提到是一个危险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军方也只能 哑巴射黄连吗 被你绑着我也不能说什么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这一次里面 他没有必要故意的 要把台湾这个样的解露出来 因为以往美国的军方是不会 这么高调的进行 他们都是低调的进行 即使你说当时的战略队员 或者是军官 你觉得这一次的用意呢 我觉得是在操作这个 一个边缘 因为印太 印太战略好像就是说 包括台湾啦 跟这个蔡英文是相呼应的嘛 所以委员 我们要低调 但被高调的抬出来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就只能被绑着在一起 我们就私下感谢美国 私下感谢美国 其实我们上次 上礼拜我们聊的时候 那个李天驼做 就是军事情报 他说 某种程度来讲 可能往往很多时候 蔡政府不就被绑着 有点像人肉炸弹一样 随时就是 被作弹的时候 风险我们来承担 这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中国大陆 军事上 这不是现实吗 所以也没有办法 不过有另外一个美国 前第七舰队的情报主管 凡奈尔他最近点出 解放军在南海 不断地填海造陆 用意之一就是因为 对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 武统的要件如果真的成熟的时候 解放军要闪电攻台 在那地方可以牵制或者是封锁 让美军无法前来支援 这东西是刚老大讲的完全不存在 美军注定在日本 来支援当然是从日本过来 怎么会从南海过来 而且南海我上次在这个节目也讲过 南海自从菲律宾 那个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越南 这个变成共产党之后 那个整个地方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战略真空 美国并没有驻军 那他怎么从南海过来 这不太可能 美前情报官员主管 这样的话 可能也是操作 来 不过这一点会是事实是美国现任的高官 他正式经常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 海警船 海警船我们知道跟美国的海军 还有一段的差距 这是美国海岸防卫队 那基本上 前段时间来了一次 当时就是穿越台海之间 那美国高官说这只是一个前兆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 海警船部署在亚太地区 这样一个部署 老大跟教授 你们怎么认为 您怎么贫苦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很有意义的意思也就是说 对于中国大陆是 非常的不友善的一个动作 以往美国在做的时候 是非常小心翼翼 他现在目前我的观察 那个规律已经出现了 这个规律就是说 在从今年元旦开始 元月开始 每一个月的下旬 也就是在20号到30号之间 在这个之间里面 他都会有两艘船 穿越台湾海峡 由南到北 所以由北到南的时候 是走台湾的外面 回来的时候是由南到北 第一次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是一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补给舰 这样走 第二次走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补给舰 再测试中国大陆的反应 跟中国大陆对它的监控的作战能力 第三次走的时候就 一艘驱逐舰 一艘海岸巡防舰 海岸巡防舰的观点在于 他把这个地方看成内水了 也就是说 他跟日本在这个地方里面 作为海岸巡防的情况下 是对钓鱼岛的海域 跟台湾的海域里面的 海上的秩序 因为它是警察船 它是警务船 它警务船的话 你用军舰跟军舰之间 警察跟警察之间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海警 那就跟美国的海岸巡防舰 本身在这个 未来会不会衍生到 钓鱼岛海域里面的建构资讯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已经在钓鱼岛海域里面 开始做行政管轄权了 是 以往都是就日本才有行政管轄权 现在是中国大陆已经进入钓鱼岛 做行政管轄权 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未来美国有没有可能 开始从边边 做擦边球的方式 进入钓鱼岛海域 做行政管轄权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那就会跟中国大陆海警船 就当面冲突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测试 接着你看 最新的一次就两艘打碳驱逐舰 所以美国一直在把 它的军力做调整跟做加强 我觉得这个是释放出 跟中国大陆之间 军事摩擦的风险 系数是有在升高 它的终极目的是要建构秩序 但同时它用海警船的做法是 降低了军事的敏感度 是的 我们前段时间有看到五月初的时候 进行一个精华演习 当时是我们自己的海巡署的船 做了一个 原本是打击犯罪 然后还变成加上了反恐演练之后 又增加了一个 防毒解放军登岸 的一个相关的 综合性的一个演习 那有没有可能降低军事敏感度之后 变成是海警船 美方的海警船 跟我们的海岸巡防署 进行的相关的操演 它就不是要军事演练了 但是同样有建构秩序 或者是操演实质的用意 当然就是说 这个赖教授从这个角度看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美国海防的部队跑到亚太地区来 证明 美国这个地方的海军 军力 有点捉襟见肘 自己军力不足 他从把这个地方过来 因为很简单 第七舰队 前一阵出了一些不该出的事情 这种程度 那就表示还有一个 美国在过去强盛的时候 它的这个造船占全世界18% 现在只有2% 它航空母舰通常25年一大修 现在都不能维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台湾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认为说它这个是过来 当然另外一个来讲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海震船 就是我们讲 台湾就讲这个海巡署 第二海军 这个也是一个 它可以免掉一些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它是不是 在这方面 它已经有点捉襟见肘 它今天又在那边也要惹事 在伊朗也要惹事 在这里也要惹事 伊朗 北韩 台海 所以呢 因为在理论上 海防部队是不要到 到大洋过来 没错 这船比较小 比较省钱 对 比较省钱 它没有自我防卫 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政治上掩护的目的 还是军事上 去充速 捉襟见肘 这个我们都要观察 是 这我也补充一下 通常国际政治 会分成三个阶段 所谓新秩序的行程 第一个是要造成既定事实 那目前还是每个月都来嘛 那大概也没有干预你 那既定事实正在沉淀中 那接下来就要变成默契 默契就是说这个我该 该当的动作 那最后才会明文化 明文化就变成秩序了 所以事实上距离秩序还很远 连这个默契能不能形成我都打问号 是 不过我担心 美国这样做的动作 其实会改变两岸之间 改变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我只举例子来讲 在大陆看到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规律以后 在第三次 在第三次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军机就在我们的澎湖外海 的这个中线 就做了一个试探了 这是第一次的回应 第二次的回应 那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 就月中线 在上个月的时候 没有 那是上上个月 OK 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在浙江外海 台湾大概100多海里的地方 那么就做了一个 他是实弹射击 他不叫做演习 他就我就打实弹 而且海域是很大的 那就直接打了 直接打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 那如果说在5月的时候 美国又走一次 中国大陆相当有可能 又会做另外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 当美国一直在这样子玩的时候 中国大陆也在开始改变现状 人在改变 他不接受 那他不接受的方法就是说你走你的我做我的 那我做我的就是我中线跟你碰一下 你要打破现状但我跟你没默契 对我没默契 他也一直在改变现状 所以他你美国做一次 他也就跟你改变一次 改变一次他的演习区慢慢的往台湾这边 中线一直在做演练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个 之间的台海之间原来的默契 或是占地线就不再存在了 那甚至连钓鱼岛的以前的这种 大家拥有的这种占地线默契 也都不再存在了 所以当你美国到最后你改变了以后 其实中国大陆也顺的是改变了 当时原来大家 已经存在相安无事的现状 可是问题是你美国船走了就没了 而中国大陆在这边演练完了以后 他一次两次演练了以后 他对这个海域的熟悉 跟掌控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这个能力就建构起来了 当时 中国大陆打海盗的时候 打了海盗了以后 你看中国大陆对印度洋的掌握能力 跟远洋的作战能力 就这样建构起来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现状一改变 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台湾领导的看清楚这一点 而且撑下去 继续这样玩下去 是对大陆比较有利 对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问题就是船的修补 船的船的都不顺 而中国大陆的缺点是 缺少真正训练 他的船很多 可是他的海员训练这些还不够 所以他正好借这个机会来 还有谁耗成本大 你大陆过这里成本大 还是你美国从那里过来成本大 所以继续耗下去是对大陆有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台湾是很可怜的 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 政策是要最好是拿捏正确一点 拿捏正确 不要脑残的跟着美国起舞 现在美国看来蛮需要台湾的 因为就连北韩的问题 都特别派人来跟台湾找帮忙的 回来聊 来看我们电视墙上这个画面组合 大家会有个问号 蔡英文 金正恩 两个人同框 什么概念 台湾跟北韩有什么渊源跟关系呢 大家还记得 2017年的时候 当时赖清德当院长 2017年9月份 当时联合国跟着美国一块就制裁了北韩 要全方位的 不能进 运游啊什么都不行 我们的赖院长就说 台湾也要主动加入联合国制裁北韩 当时我记得有些媒体就开玩笑说 台湾 我们到底要制裁北韩什么东西呢 莫非是因为金正恩很喜欢吃台湾的小龙虾 我们不卖 小龙虾过去了吗 我记得有这么一段 比较 这个一个蛮逗的一关过去 但是 老师 为什么会把他们俩放同框 是因为我们来看 现在美国主管北韩事务的一个官员 兰伯特特别到了台湾 也去AIT访问了四天的时间 那外船他就是来到台湾 要寻求台湾的协助跟支持 一起来推动北韩的无核化 原来的北韩去和无核化 台湾也扮演角色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跟愿运 我们是不太了解 台湾一直维持跟北韩很好的关系 即使在美国强烈制裁朝鲜 就是北韩的时候 台湾也跟它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记得新闻当中有出现台湾的商人卖油 给北韩被抓到了 是的 台湾的旅游旅行社 很多到今天为止 在过去最严格的时候 台湾的旅行社能够打通跟北韩的关系 我们是有管道的 有 我们有管道 而且我们一直有从北韩那边进口一些土产 还有北韩的当地的一些产品进台湾来 而且是相当久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 不管从明的或是从暗的 那么都有一直进来 例如说过去这个友台的一个主播也曾经到这个北韩去访问 女性的直播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当各国都不去的时候 台湾可以去 而且是去两次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关系 有一次北韩的一艘船在高雄 那么在高雄被拦下来 就是装有化学物品的一些船 在我们高雄港被拦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 那么台湾跟北韩之间一直维持一个非常暧昧 韩国现在北韩还有的那个油品 八成从台湾来的 是的 就是海上走私 天哪 这么高的 海上走私 我们有很多的公司都是透过海上走私的方法 那么卖一些油 那么到北韩去 所以事实上台湾跟北韩的关系千事万旅 那么一直维持的这些关系 所以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当他现在面临跟金正恩的对谈的困境 例如说金正恩谈了一个话 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他很坚持 他不把这一次的这个川军会的破局 怪川普 因为他很受侮辱 这坦白说连美国人自己也都承认 不应该在外交上这么势力 让金正恩这么受侮辱 但是金正恩他还是留有空间跟弹性 他没有把这个错怪在川普身上 他把这个错怪在他的国务卿 蓬佩奥身上 他要求 如果还有第三次的川军会 那就蓬佩奥不要来了 外交部部长不用来参加这个 两个国家元首的对话谈判 这个全世界绝无仅有吧 那你这样看 你就让川普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那难道找他的波尔顿 郭蓬佩奥每次都故意做鹰派的姿态 但是金正恩讨厌 对啊 所以金正恩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台湾由于跟北韩一直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保留有相当大的弹性跟空间 是 那我觉得这个 他们来台湾 美国来台湾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他们若干的讯息 掌握的 还是蛮准的 这个我补充一下赖教授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啊 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 所以联合国抵制北韩的时候 台湾并不受拘束啊 没有但我们也都很乖啦 我知道啦 可是就在理论上不受拘束 而且台湾是亲美日的嘛 所以当美日有一些动作 想要对北韩表达的时候 直接接触太敏感嘛 如果被南韩知道呢 那还很生气啊 所以有时候会绕道啦 比如说大概十几年前 北韩有军情人员 要把机密卖给日本 就是在台湾交易的 在台湾的人山饭店 根据美方的说法 其实台湾算是 北韩特务的大基地 其中原因是因为是台湾没有太多邦交国 跟国际社会稍微比较isolate 比较孤立一点 变成北韩最好的一个破口 比较不会成为轰动的大新闻 比如说 比如说韩国的特务 不会在台湾嘛 所以日本人 要来这边跟北韩的 那个想要 卖机密的人接触 不会引人瞩目就对 日本在台湾的特务太多了 每个当场都有 因为后来他有放到 YouTube有放到视频 日本人做了一个分析 还用那个NHK 特别做了一个分析 还包括那个交易的画面 居然也被派出来了 是在台湾交易 我们刚刚那个框 特别用了一个 蔡英文跟金正恩两个人同框 后面还有一个 台湾的潜见 因为据说 2016年小英 一当家之后呢 就宣布潜见要国造要自治嘛 金正恩就派人来 要卖一些 北韩的潜见技术 给台湾 有这样一个过去的背景 我们再差也不会跟北韩买 所以当时 据说这交易没有成 我们有很多管道 有很多管道 这次那个组合的也不错 哦 虽然如此 不过老大 以前美国要寻求对于北韩去核 都是北京带话 现在要台湾带话 给金正恩 请务必回到谈判桌 我们取代北京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就暂且保留了 暂且保留 但是有一点就是 一个就是美国他有时候很强硬 就是对北韩要怎么控制 要什么那个时候 你知道孙子兵法上有一级 你真的要 你要网开一面 你真毒死他拼命的 他会拼命反抗的 所以有时候给你毒什么 他会网开一面 往往这个网开一面 这个破洞 是开在台湾是最恰当的 因为是不敏感的 第一个 第二个在上次金正日的时候 北韩那场大饥荒 是台湾台湾的民间教他们种空心菜救过他们的 那件事情 北韩一直很感动 就是我们的空心菜 碰到后来蔡英文总统有一天讲到空心菜 有情感上的原调 有情感上的原调 大家有一种 也有他们 你要晓得 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些那个的 那种 那种 就是不合逻辑的 这个情感是没有逻辑的嘛 这是第一点就有了 这个是 但是你说 他这个 还有一个对金正恩来讲 这个美国川普不给他面子 那上次普京也没给他面子嘛 跟普京见面的时候嘛 因为普京有个毛病 他念健美的 这个念健美的人是很注重身材 所以会看不起我们这种胖子 我讲了 我有经验啦 但是我后来发现 比我健美的 有些比我早发病的多得很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到说 韩过来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 历史上的因素 不错 当年中共在韩战以前 中共是要打台湾的 就在民国412年 后来是因为韩战的关系呢 他抽这个兵去那里 就没有打台湾 这是有历史的 还有一个 美国在2005年 他开始定的叫1.5作战结构 那1.5作战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他叫1.5作战结构 2加3战争部署 1.5作战结构就是说 如果 朝鲜半岛发生问题 那个叫1 他的主力那个是打1 那另外在台湾制造问题 叫0.5 那如果台湾跟大陆发生问题 那台湾这个战争叫1 他也要在朝鲜那边出事 叫0.5 所以他叫1.5作战结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没有就是说 也是在跟台湾就是说有点这个 配合1.5作战结构 所以我们每个都要考量 他战略上的考量 以及现在这个 这个短期的考量 我们都要防 因为我们是个小国 所以我们很多要注意 千万不要老是上他的当 你真正照那个0.5配合 就是他在朝鲜那个的话 这边再配合的话 这个 所以他绝对不会是撤侨 撤侨 关岛 整个整个琉球 他都有部署 好得很 不需要 你说这个美国的官员来台湾 台湾是不是 考虑到就是说 万一那边出事 0.5 这边配合0.5作战结构 台湾要配合什么 这个官员我再 具体引述一下 他有三点 希望台湾能够配合美方 包括第1个 全面禁止用 北韩的劳工 第2 运用台湾的技术跟讯息 防止朝鲜 对于银行的盗取资料 跟网络上的攻击 第3 要求台湾 阻止 北韩利用船对船 去运送物资 这第3点 其实台湾就是地利嘛 我们是非常接近朝鲜半岛 那这个海域呢 可能有船 台湾可以负责做一个拦截 老师如果到时候拦到是大陆的船 送的东西 那台湾角色不就尴尬 台湾不能拦 但是我 台湾不能拦吗 我们不能拦大陆的船 有没有一般的民间的船 因为 一般来讲 在我们的临海里面 大陆船不会进到我们这边 他我觉得 美国这样讲的目的 其实就是 对我们台湾的防卫 跟朝鲜之间的关系有破口 而且这个破口 其实是蛮严重的破口 第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你刚刚谈到的就是海上贸易 海上贸易上次被抓到的 确实 就是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 所以他要求我们的政府 一定在这个部分里面要严格 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人是用外商 例如说他当时有的就是用 危机群岛的这个商 在台湾里面的台北市挂 或是在高雄挂了一个 挂了一个 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再用这个公司 向香港那边去租船 或是向别的地方租船 然后去运游跟这个朝鲜在海外做交游 所以它是一种 多口转出去的一个关系 他现在是要求我们的政府 在这个部分里面要严格的审查 而且对我们的船的更改航程 例如说我们从日本 或是从这个南韩 你买的精油 就是买的提炼出来的好油 你更改行程跟更改那个靠港点 你要去追查 他是要求我们的政府要做这件事 而且要做到这个程度 换言之也就是说 每个邮轮它在更改航程的时候 台湾要介入审查了 以前我们是没有那么严格的 就是本来船有时候就是会靠港 例如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买卖 发生的时候 他本来说 我今天本来在 例如说在日本 我现在到釜山 我现在改到另外一个港口去卸货 这个对我们来讲只是改航程 这个没什么 海上贸易常常发生的事 但是它现在等于是要求政府 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 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要严格的去审查 第二个部分里面 第二个部分里面 就是也是发生在台湾 我们的ATM 我们的银行里面被外国人 伸透进来 不是朝鲜 是外国人 那也就是外国人那么容易的 就能够进入台湾里面来捞钱 你看那时候新闻闹很大 在台湾来讲 不然有抓到 对 有抓到捞钱 那这代表 台湾的金融的防腹墙 是有很大的问题 何况北韩有一个骇客部队 对 北韩的骇客部队 所以如果发现台湾的这样一个弱点 现在北韩就是因为它的外汇紧缺嘛 外汇紧缺 台湾的外汇充沛到不行 而且台湾的外汇这么的多 它的外汇紧缺的情形下的时候 它如果在我们的金融的防火墙里面 给它找到一个突破口 就好像我们上次是在国外 它那边找到一个突破口嘛 那他们同样的方法 那么进入台湾这边来捞钱 那台湾在这边损失等一下 朝鲜就渡过那个难关 所以我觉得 美国这样来做的目的 其实是给我们的政府压力很大 也就是说 就告诉你 就告诉台湾的政府 就告诉蔡英文 说你的这个防卫能力 造成北韩的破口 你这个部分里面要负责 美国的官员来到台湾 就是让台湾提高警觉 补扣 这个我补充一下啦 因为这几个单位都是我管啦 因为我在财政啦 所以金融跟官物都是 跟我有点关系的 那个 坦白讲除非台湾船是有进台湾的港口 他没有进 他如果没有进 事实上台湾也抓不到啦 你怎么查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用权宜伦嘛 他也不是用台湾的旗子 那比如说他可能是从某个地方要去 青岛或随便举 青岛离北韩就很近啦 事实上被 联合国抵制的国家 通常他出进口价格一定比较好 所以就是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所以我们台湾很敢啊 很敢啊 因为这是民族传统嘛 四百年来都是这样在做海上贸易的嘛 但是他又用外商的身份 他们大部分 都会就是 他只会卷一轮 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嘛 不是你美国 他这种CIA的手法 他要给你一点缺口 但是他要控制这个缺口 他不能让你太大 可是这个也很难抓啦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啦 在 高雄 所有的社勤业 半夜凌晨1点 到5点这4个小时 生意的大宗是北韩传言 你叫这个 叹爆料的笑死了 这可以 周刊可以做一整集咧 我相信不少不久之后就有媒体 同意去卧底 不过这个 这个是官员来的那边 确实看到台湾 有一些破口必须要补起来 另外也让我们大家见识到 原来台湾 跟北韩有如此深的一个连结 是 所以以后我们批评金正恩 我们会稍微小心下我们的怨死了 被汉搞不好再捡看 我们稍微谢谢品格 回来来其他话题 在2020大选的部分 你看美丽岛电子报在5月15到16号 针对于台北市做了一个民调 基本上在台北市的反应还蛮明显的 韩国瑜数字掉下来 郭台铭上去 到底有差多少呢 但你看在三强鼎力的时候 三强鼎力的部分 其实不管是韩国瑜或郭台铭出来 都赢绿的 也都赢柯文哲 但是重点是 郭台铭赢得比较多 那在如果是蓝绿归位 没有柯文哲 这第三势力的因素情况之下 就单就蓝绿PK的话 韩国瑜赢蔡英文 郭台铭也赢蔡英文 但又是 郭台铭赢得比较多一些 但是对上的赖清德 韩国瑜输给赖清德 但郭台铭依旧是赖清德 所以在这份民调当中 显然郭台铭 跟韩国瑜这两个人的声势 一削一掌 真的是蛮明显突现出来的 但过去这礼拜发生什么事呢 这礼拜当中 看到郭台铭除了批民下乡之外 他的发言也越来越嗆辣 不管是批蔡英文也好 也批北京 这样的恰辣发言 老大你看 果然选举 比较辣的 有版面 也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是如此吗 第一个你要选总统 我们在外面就是说 第一个你需要民气 可是人民也要看你的气 所以选总统讲老实话 选总统第一个要不然就是你有王气 王气你有众望所归的感觉 这个叫王气 第二个要不然叫霸气 本来韩牛那个时候 他是很有王气 但是他现在慢慢开始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 但是这也是 这也是他的那个 那个韩粉有些副作用 造成的 或者是假韩粉的 不管了 他是有一点那个 但是这个郭台铭他是霸气 所以你要选总统要不然叫王气 要不然叫霸气 要不然叫杀气 可是杀气的话 不碰战烂是 没有什么用的 你像那个金正恩就有杀气 他可以炮绝 他不是枪绝 那个杀气 那你觉得蔡总统有霸气 王气还杀气 蔡清那个辣台媚 他也是带了一点 带了一点这个杀气 他是保护他 所以这个都是对他 所以蔡英文他的民调也会慢慢有点提 那韩国瑜他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 他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乱 第一个韩粉乱他不能乱 王气是什么东西 王气就是说你呢 你能够什么 你必须要什么的 你必须要淡定 你要镇定 你要坚定 这个时候你才像一个王那样 所以你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打的题目太多 这个 江湖一句话 规矩太多不能打仗 礼貌太多不能深交 顾忌太多不能畅谈 花样太多不能城市 现在在市议会没办法 每天花样都多 但是你要会王花样 所以这花样都要设计 你要设计到一点 但是 但是也有一点 就是韩粉的支持者呢 他跟这个 跟这个 柯文哲的支持的有一个相似 他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非常坚定 这也是不可 这也是不可低估的那个 但是那个 郭台铭他现在整个一个 一个霸气出来 如果霸气呢 他本身有他的一个成就 所以他的成就配合他这个霸气的话 会不会给大家产生一个信心呢 这个是看他 看他后面 后面 他的霸气很多时候在发言的时候 对上了北京这一块的 大家看到他 他这样讲话 好敢讲 他在看他 他有没有跟北京有个默契 谁需要谁啊 谁敢关我场 谁把谁 讲这些话有些人听得是 大陆现在 大陆现在非常清楚 台湾选举语言 所以不会跟你太计较选举语言 这是选举语言 对他大陆现在很清楚 所以他如果说 跟大陆有一个默契 那他这个时候讲这些呢 影响不大 但是呢 在台湾呢 会提高他的一个就是 好 给人家讲就有格子 那我就这句话来就教一下委员 因为他讲的这句话 我不知道郭台铭跟对岸有没有默契 你来观察 他呛北京 说如果你北京 不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就是民进党最好的助选员 唐向龙有个解读说 北京心里头是希望 蔡英文继续连任 你怎么看 郭台铭这一回向跟 谭向龙最近这块评论 郭台铭讲这句话是实话啊 就是 当然你如果连中华民国都否定 那民进党的台独 就会有道理嘛 那如果中华民国有存在的空间 那当然台独空间就会缩小啊 他讲这句实话 不过我觉得 上国台办也有回应啦 就说如果走到两个中国那 大陆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郭台铭也在修啦 也在修正他的一些论述啦 不过因为郭台铭他本来就有一些人家说 你是不会太依赖大陆啊 那你会不会被大陆勒索啊 所以他必须要冲淡他这方面的弱势 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 这就选举来讲是对的啦 他一定要表达说 我是站在中华民国 那北京这一阵的话是能够接受的 目前现在这段 因为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认为郭台铭是独派吧 我就不太可能啦 而且外界必然现在还不是正式的候选人嘛 对啦对啦 事实上这个民调我坦白说 韩国瑜大概只有在台北市是输郭台铭 我看过很多民调 我们也做事实上美丽岛台北市之前做过高雄市 跟台南市 韩国瑜还是赢的 那台北市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台北市大学毕业的人口超过50% 那教育程度比较高 设计地位比较高 本来就偏郭台铭 这之前民调都 就已经是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 韩国瑜说他要去高雄上班啦 这个得罪首都市民啦 对不对 首都好像 台北市民听不下去啦 你怎么可能在高雄上班啦 刚刚我有个 附带的问题请教委员就是 你曾经说过 美国心目当中 可能最希望的是蔡英文能够连任 因为他是完全是按照 既定的步步不要再走 那对于 第二名是朱立伦 对 我想问的是 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因为有人说 北京的角度心里面也是希望 蔡英文连任 这对于北京的 不管是 没有啦 不同时间表 或者什么时间表 那个是笑话啦 你觉得是笑话 是大陆鹰派希望蔡英文连任 可是北京的官方当然不可能 北京的官方不可能这样思考啦 不会这样思考 我觉得那是苦手的啦 好 但有个话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苦手的 请教一下老师的 因为郭台铭 他之前是讲说 我不适合当副手 我是做决策的人 所以他不会跟人家 谁配谁 做副的 但这一次他又讲 他说如果 朱立伦选上的话 那我当行政议院长OK 那这个不就是 跟他之前讲的又不太一样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啦 也是开玩笑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讲话 是有他的设计的目的啦 他在争取这个朱立伦 他们的系统 或是朱立伦的支持者 对他的好感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朱立伦的民调事实上是排老三嘛 而且是远远落后于他跟韩国瑜 那距离是蛮大的 所以朱立伦 王金平还有其他的 是基本上来讲是上不去了 你说找一个 最弱的拿出来的话 这样子比较像玩笑话 就是找一个第三名 来说我可以跟他合作 我也欣赏他 他表现得很不错 他可以当我副手 我也可以当他副手 没威胁又讲些风度 是这样讲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对于 对方来讲的话 也是释放出善意嘛 而且也给他想象空间 给他一个想象空间 就是说 这个好像是郭台铭不排除 如果他选上总统的话 那么可能会请朱立伦 来当他的行政院院长 这样的话 会使这个朱立伦的作战一致 那么到底要针对郭台铭 还是要针对韩国瑜 那当然就不可能针对郭台铭嘛 杀一个敌人 所以朱立伦就不会 因为这样就去攻郭台铭嘛 因为 我已经可以当 请你来当我的行政院院长 你是排老三 那你如果 我们两个加起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赢韩国瑜 所以老师的解读 这是一个有策略的玩笑话 我觉得有策略的 那我也可以当你的行政院院长 因为反正你选不上 那我不可能嘛 因为你绝对选不上嘛 那我被你吃豆腐 又有什么关系 或是我吃你的豆腐 又有什么关系 你一定选不上嘛 因为能够选上的 就我跟韩国瑜这两个人嘛 其他的 只剩下一个多月就要做民调 你怎么可能 你已经跑了多久了 朱立伦从卸下 从去年从12月交班之后 他就宣布他要选总统 已经跑到现在已经5月了 民调上不来 你说后面的一个月 民调突然间 直升即将上来 老师你认为 郭台铭他因为也有批评韩国瑜一些事情嘛 所以他的负面 网络声量也起来了 这是个隐忧吗 我觉得如果他们党内在继续护打的话 对于未来的合作比较困难 另外的话 就对郭台铭也会有伤害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 这点我同意这个 正亮的一个看法 北京 确实不希望蔡英文在 在当选 因为北京认为 除非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做调整 如果蔡英文 我这次也是很理性的来分析 如果蔡英文借这一次的 赖清德后面的独派对他的突袭 那么离独派远一点 离独派远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蔡英文的活动空间 会变得大一点 所以你看同分的问题他处理了 而且处理得很成功 表现得非常完美 我给他100分 如果因为他跟独派的距离远 那他的两岸的处理 就不要再被独派牵制住 你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如果蔡英文能够推动 就是他让大陆放心 大陆也让台湾安心 如果蔡英文能够推动 我把它称之为两星工程 就是 台湾蔡英文 他让大陆放心了 就是我觉得不会搞独立 我也不会搞台独 我也承认我们台湾人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 我们也是中华民族议员 我觉得朝这个方向走 那么离独派的远一点点 往中华民族的这个方向走的话 我觉得 蔡英文让大陆放心了 那么大陆 也应该要让台湾安心 我觉得如果双方都这样子 一个互动的话 我觉得蔡英文的机会还是有 但是重点就在于 我觉得蔡英文会不会利用这一次 独派挺赖清德 去突袭他的 这么好的历史上的契机 这个要看蔡英文本身的智慧了 很重要 有机会吗 我觉得如果在郭正亮的大力的协助 不要说 如果蔡英文 如果我这是讲实在话 如果蔡英文在两岸政策这个部分里面 延览 郭正亮成为他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智囊 我觉得 蔡英文在两岸政策里面 绝对有办法突破 我们相信这个节目 蔡政府一定能看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听估给大家一下 有关赖清德跟蔡英文的数字 不过先回到韩国瑜这个地方 我想请教一下老大 很多韩粉 这段时间 有人说变成韩黑 当然 馆长是典型的其中之一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有人说韩国瑜现在因为在这个礼拜 他的网络声量 正面跟负面的评价 出现了黄金交叉 有人说韩国瑜从议会开始之后 面对议员的 答询的内容 包括接下来 天后出现的状况 造成了高雄露面的坑洞 或者是天灾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不可预设的因素 很多评论是说 韩国瑜最高峰那一趟哈佛之旅 回来以后就开始慢慢往下走 你怎么看这事情 他的最高峰过了吗 第一个 他一直开始 他等于是 他等于是一个抢 攻击嘛 攻击就不断进账 可是后来还要守的话就比较困难 因为守不断就会有流失嘛 但是守在流失但是也会有一个点 他看他这个停止点在什么地方 然后看你怎么打 所以但是每一个候选人 他特地要注意到就是 当他看好的时候 最最最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关心他的人 像韩粉关心他们 有时候操之过急反效果 还有一个就围着他核心的人 这核心的人会要争宠的 每个都希望自己的点子会被用 那自己的点子会被 然后也很排斥呢 不会希望别人进来 那你选市长跟你选总统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智囊团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层次要提高要扩大的 所以这一点就是 韩国瑜他必须要考虑 还有一个要考虑 现在游行上网 喜欢装萌 装可爱 但萌你一定要知道 可爱跟可笑是 一不弄错就是可笑 可笑就是小丑化 可爱是人家喜欢你 所以这个设计 你不要以为偶然的一个 一个笑话 那是要精心设计的 不是那随便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但是后面 他现在要考虑到这一点 他的这个核心 最起码就是 没有错 他要有新闻 现在最怕的 那我们讲 刚刚那个赖教授讲 就说后面几个都不要看了 很简单就没有新闻了 你没有新闻就表示那个 所以在选举有一句话 不怕骂 道不邦不新 人不骂不红 人家毁谤你不是坏事 毁谤你还是重视你才毁谤你 不重视你怎么会毁谤你呢 所以郭台铭是不断在 制造一个那个 但是郭台铭跟你 韩国瑜是不一样 郭台铭不断要照人注意他 韩国瑜你要来的 不是人家注意 谁不知道你韩国瑜啊 你现在要注意到 人家肯定你 相对位置不同了 相对位置不同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 再让你选高雄市呢 那些觉得说 自己的计策不得了的人 这个时候在玩老计策的话 你记着任何计策 第一次新鲜 第二次平凡 第三次孰不可赖 有人说现在接连听他讲 发大财就没有像当时那么的兴奋 我约你来看局外人观察这两个人 郭跟韩 谁的出现几率高一些 其实郭台铭能够汇整的能量 真的是大到吓人 大到吓人 事实上我最近 听到很多江湖来的各种 内幕 比如说中天我也认识一些朋友 他说他们现在感觉就是一台对七台 一台对七台 事实上 有一些媒体知道已经很明显挺郭了 那绿媒的媒体就 整天都在打韩嘛 也很少在打郭啊不是吗 这就是背后汇举的力量 对还有网媒嘛网媒也越来越明显 那比如说苹果在 郭台铭宣布参选那天做五个版 你去想想这个能量 那当然还包括国民党内部的精英 从马英九开始 郭龙斌 连战 我认为吴敦也会越来越明显 所谓的权贵派 然后朱根王 朱根王我觉得也会慢慢 偏郭啦 慢慢 慢慢 剩一个月 应该很快了 不是吧所以 他动作非常快了坦白讲 而且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叫你去绑人家鞋带你 你做得出来吗 接地切 对不对 人家从那么高高在上 霸王总裁 变成可以绑鞋带 可以去看鸡牌博士 所以 他的配合度很高啦 就是避胜嘛 那个避胜的决心很强 然后 蔡正元 邱毅 邱毅直播也在直接批韩国瑜 所以各种力量都在聚集啦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未来这大概六个礼拜 要撑住他现在的民调 我觉得难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有名言 有名嘴喻言 破三层 破三层 他是少啦 正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就是有钱成好 不只是有钱啦 还包括国民党那些高层 真的是不喜欢韩国瑜 还是有钱成好 背后还是有这个原因 有待观场了 好我们休息片段马上回来 我们每个礼拜还是要关心一下美国跟伊朗的最新的发展 因为自从美军包括航空母舰轰炸机都部署在中东之后 又有一个最新的动作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发生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现在已经要撤离 驻伊拉克大使馆 相关所有非紧急人员 简单来讲准备要从伊拉克撤侨 那当然讲很多人解读说 如果美方要从伊拉克撤侨 下一步可能就是开战 老师你认为呢 我觉得机力很大 超过五成吗 我觉得这种开战是属于战役性 战役性 不是战争 是战役 也就是说以目前的美国这样的一个调配的人力来说 我的估算 我是依照我的军事的专业来看的话 因为12万的兵力 当然这个川普又说 假新闻 这是美国代理的国防部长说要征兵12万 这个代理部长马上要征处 他已经在国会听证了 一旦通过以后他就征处了 所以他不是开玩笑 而且是在最高的安全会议里面 他们做了一个决议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已经在做部署 在做部署 但是我的判断12万的兵力要去打伊朗 如果发动跟伊拉克的战争是绝对不够的 还要两三倍 因为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 你那意思是会有地面部队啊 就是不会嘛 所以我才会说 不会打伊拉克式的战争 也就是不会打2003年的那个伊拉克战争 所以是战役不是战争 是战役不是战争 因为你如果打这个伊拉克的战争 那种战役式的话 还要再加两三倍 因为最主要是伊朗的海岸性很大 它不像伊拉克这么短一点点 而且紧接着科威特 所以它很大 以往他在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都是有沙特阿拉伯做支撑嘛 那么沙特阿拉伯不让这个美国走它的便道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 伊朗这个部分 我为什么会判断说是战役性的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动作 目前看起来是在做撤侨 对 那他又要再还兵 又要松敌人的 又要松那个伊朗的警戒心 所以他又说不会不会 那是故作烟雾状 但是他会怎么打呢 因为美国人最担心的 就是说伊朗到最后封锁赫尔木兹海峡 那因此他一定是用 外壳精准手术的一个打击 也就是把他的核设施 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封锁的这个地面的 跟海上的这个作战能力 用突袭的方法 精准的打击的方式的 那把你一次的摧毁 摧毁以后就没事了 就不会再往下走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对美国人来说 他在计算的是伊朗的反击能力 那所以如果能够在第一波第二波的 或者连续几波的攻击中 使伊朗无能力在做 按对于海的这个海上封锁 那这样的话这个通道 能够保持安全的话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打到这里 正庭 然后用谈的 对 就开始要进入谈判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所以重点是在于 美国怎么去计算 要打哪一些军事要塞 要花多少力量 空中要炸多少次 无人机要起飞多少架次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在做部署了 也在做精确的计算 这个里面牵涉到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是在于情报 这个时候已经是精准的军事情报 反正这也就是说 伊朗目前封锁这个海面的能力 还有伊朗本身的中程的导弹的 精准度跟作战能力 那么能不能够在第一集中 我想第一集不是一次 是那一段时间内的第一集 能够摧毁代办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伊朗如果一旦有能力的话 美国的风险就非常大 这个风险很大 这个全世界的风险都很大 这不得了的风险 12万美国的兵力跟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兵力几乎是相当了 那如果说要在征兵的情况之下的话美国承担到大的风险就刚教授所讲的你第一波 当然不是第一个strike 是第一波攻击如果说 没有把他设定目标全部摧毁的话 那个 伊朗教授不是讲吗 我们非但把你航母集成 一美就够了 所以美国承担到最大的风险 就在这一块吗 他 可能不会 开到他的射击范围啦 他就直接派飞机 像他刚刚讲 外科手术式的炸嘛 不过是这样啦 因为我们看那个苏伊士运河战争 1950年代那个 埃及那个时候也没有足够的海军必力去封锁运河 就他用沉船的方式 所以你说伊朗不会用沉船的方式来 封锁赫尔姆斯海峡吗 这对伊朗来讲不是很难的事情 因为这里很窄 非常窄 那你只要一封 那中东的油都出不来 那真的是全球大乱啦 所以 这个风险美国有办法完全排除 我真的是打个问号 就说赫尔姆斯海峡 也许伊朗的海军不足以封锁 可是封锁并不一定只用海军啊 他可以用一些奇怪的招数 什么沉船啊或者我射飞弹啊我不管你是什么商船啊 我用射飞弹等等 那还有另外就是他打不到你美国吧 那我打以色列呢 所以我们也有听过有人讲说 他会不会去打别的国家啦 打美国的盟邦啦 打沙特也可以吧 打以色列 他本来跟沙特就非常不好 一个是顺尼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实业 本来就结仇很久了啦 阿联酋也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打理美国我打不到嘛 那我打理的中东的盟邦 那也是要烧很久 美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非打布卡的 我坦白讲我真的找不到啦 而且我都认为美国也没有正当性打啦 因为事实上 那个和协议是美国自己主动破坏的 我补充一下啦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因为 美国单方的破坏这个和协议 美国站不住脚 但是美国现在采用最严厉的 经济制裁 而且它现在连这个 伊朗可以卖给中国大陆 印度 日本 南韩的油都不准卖了嘛 而且是包括它的民生用油都不能卖了 的情形下的时候 伊朗现在的一个手段是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就是加速和研究 跟提炼龙所有 这是一个措施 油 油轮 那就是代表 伊朗现在是用在卖石油 卖石油一方面是透过土耳其的管道 第二个是透过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那边有油管 可以进入中国大陆的 这个油管里面 这个是路路走 那如果说这些油这样子在海上做交易的话 那么一直卖出来的话 那美国对伊朗的 这个制裁就失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 就是说油价会不会破坏 因为 私有的价钱很贱 可能是四分之一 可能三分之一就可以卖 那这样的情节下的话 油价就变成是 破洞 就破洞 因为油价是哪里 永远